忠实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奖书 今天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钱忠书的《围城》 二十世纪这一百年里 跨学术界和文学界的大师不少 但又是大学者又是大作家的人却寥寥可熟 钱忠书应该是大家最熟知的一位 他一九一零年出生 一九九八年去世 身后的名声比生前还要隆重 围绕着他的研究 已经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 钱学 这充分表明了钱忠书著作的魅力和长远的价值 钱忠书的学术专著 主要有管追编 谈一录 诵诗选著等 在文学写作上 他的成就有长篇小说《围城》 短篇小说集《人 兽 鬼》 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等 《围城》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作 根据这部小说又拍摄过由陈道明 葛优主演的电视剧 在大众中获得广泛传播 知名度极高 钱忠书1944年开始写作《围城》 以两年时间完稿 可以说这是一部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 书写知识分子命运的小说 小说的核心主题是从哲学层面 对现代人命运的思考 钱忠书的夫人杨将曾经写过一句话 《围城》的主要内涵是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 职业也罢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 如果再加些解释 大致就是说 小说主角方红健既因时代环境的摆布 也因懦弱的性格不断碰壁 他喜欢的人得不到 不喜欢的人勉强地接受了 在婚姻的围城里 他不能安生 最终是一个失败的结局 同样的情况呢 在他的人生中也是如此 博士文凭是买来的 工作是偶然得到的 都如同在虚拟的围城里焦虑 徘徊 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钱忠书具有高超的讽刺写作技巧 《围城》的语言俏皮锋利 小说正是通过绝妙的讽刺直指知识分子群体 以及现代人所处的围城生存困境 好 下面我将首先讲述小说的主要情节 然后呢 分析小说对知识分子的讽刺 以及小说的体验围城的深刻意味 我们先来看看围城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小说开篇场景啊 是在一艘开往上海的法国游船上 小说主人公方红健上场 他这是从外国渡金后回国 为什么说是渡金呢 方红健这个人啊 运气不错 早早就订婚 但未婚妻呢 不幸死了 本来呢 这段关系也就此结束 没料想呢 准老丈人拿出一笔钱 供他出国留学 方红健万万没想到天上能掉下馅饼来 乐滋滋地拿着钱跑到欧洲去 伦敦 巴黎 柏林到处转 兴趣颇广 心得全无 晃了四年 说是留学呢 其实是游学 根本没有认真读书 钱花完了 也该回国了 发现呢 还得拿回博士学位 给掏钱的准账人交差 自己又读不出文凭 其中生智 索性长了一个爱尔兰人 买了一张子虚乌有的 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文凭 就此登船回国 这就是方红健的镀金过程 也是他的前史 在这艘游船上 还出现了小说 另一位重要人物 苏文丸 她是在法国里昂 龟龟居居读书 取得博士学位的才女 是方红健在国内大学读书时的同学 从前她是看不上方红健的 如今到法国念了几年书 年龄大了 心思有了改变 很想给同船的方红健一个机会 可惜方红健不解其意 白白浪费了苏文丸的一片情 船到了上海 方红健和苏文丸的纠葛故事 还在继续 另外又加上两个人 形成四角关系 这两位叫赵新梅和唐晓福 赵新梅是苏文丸的长期追求者 但是在上海 苏文丸对方红健的好感已经公开化 方红健也心知肚明 但她并不喜欢苏文丸 却又优柔寡断 没勇气拒绝她 赵新梅眼看这局面 视方红健为情敌 时时冷嘲热讽 打击这个情敌 直到有一天 方红健遇见苏文丸的表妹唐晓福 对她一见钟情 唐晓福也对方红健很有好感 方红健才终于向苏文丸坦白了一切 这就闯下了大祸 苏文丸岂能让她称心如意 便向表妹唐晓福揭露方红健往日的风流运势 于是方红健和唐晓福的这一段恋爱也就结束了 同时苏文丸也迅速嫁给了别人 方红健遭受失恋的打击 赵新梅也没能捡到果子 同样失恋了 他们两位同病相连 竟然成为朋友 这时赵新梅要去湖南三驴大学任教 同时推荐了方红健 三驴大学便给两人分别寄来聘书 于是两人便从上海奔赴三驴大学任教 路途中除了方红健 赵新梅之外 还另有三人 李梅庭 顾尔谦 孙柔佳 五人结伴前往三驴大学赴任 我们着重介绍一下孙柔佳 这是小说的重要人物 可以说是女主角 她长得不算好看 刚刚大学毕业 去三驴大学任外文系助教 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女孩 却是围城中的女主角 她厉害在哪里呢 是她的心机 方红健和孙柔佳的头次打交道 就是方红健谈出国坐船经历 胡扯什么鲸鱼大的牙齿缝里 可以进一条大船 孙柔佳惊奇的眼睛瞪得溜圆 旁观的赵新梅私下告诫方红健 孙小姐心机深着呢 她就像那条鲸鱼张开嘴 拧着糊涂虫就像送上门的那条船 方红健却不以为然 他们五人历尽千辛万苦 终于到达三驴大学 在学校的一年里 孙柔佳以柔弱的姿态 赢得了方红健的好感 两人开始正式交往 并很快订了婚 但是订婚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原来是孙柔佳有一次告诉方红健 自己的父亲来信 询问两人关系如何 追问婚姻大事 方红健一听心想 完了 又想呢 反正孙家的人都知道 我们之间的事情了 随他去吧 同事李梅廷等人 又不怀好意的起哄 结果呢 两人便订婚了 之后方红健有一次 无意中问起那封信 想看看 孙柔佳刚开始有些发愣 后来反应过来 说自己当时一生气 就把信撕了 其实呢 从来就不存在这封信 这全是孙柔佳 为了掳获方红健的小心机 而孙小姐编织谎言的功夫 太厉害 严丝合缝 所以呢 方红健也找不到理由怀疑 就这样进了套 一年之后 大学一方没有给方红健送来继续任教的聘书 方红健呢 也不打算继续教书 于是离开三驴大学 未婚妻孙柔佳 自然和他一起走 在回上海的旅程中 他们结了婚 婚后的生活陷入了俗世的琐碎之中 既有方红健 孙柔佳两人的性格摩擦 也有双方亲属的搅局 终于造成婚姻的破裂 小说的末尾 以一支祖传钟表的打钟声作节 写道 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 无意中包含着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 深于一切言语 一切啼笑 故事结束了 我们上面主要讲的是 围绕方红健的直线型故事 其实呢 《围城》是一部涉及面很广的小说 它被称为心如林外始 展现了社会的众生象 其讽刺的锋芒所在 多半对准了知识分子群落 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小说是怎么描写这些知识分子的 钱钟书在小说中讽刺了不同的人格 比如假道学者 比如那试快型知识分子 他讽刺虚荣心强 不学无数的知识分子 如哲学家楚慎明 说自己去英国见大人物罗素 罗素请教了他不少问题 听起来似乎挺厉害 他的确见过罗素 但是罗素都向他请教了些什么问题呢 不过是问他 什么时候到的英国 查理要割几块糖这类问题 这些问题 好像确实非他不能回答似的 还比如 大学历史系主任韩学玉 道貌岸然 方鸿健无意中得知 韩学玉的博士文凭 竟然也是克莱登大学的 和自己一样是假的 方鸿健虽然是买来的假文凭 但他知道羞耻 从来不敢提 而韩学玉却冠冕堂皇地 拿这张文凭骗取大学教职 脸不红心不跳 韩学玉有个口吃的毛病 小说呢 是这样描写的 韩学玉虽非哑巴 但天生有点口吃 因为要掩饰自己的口吃 他讲话少 慢 着力 仿佛每个字 都有他全部人格做担保 不轻易开口的人 总使旁人想他满腹身藏着智慧 正像密封老索的箱子 一般人总以为 里面结结实实都是宝贝 韩学玉这种故作姿态的行为 联系起他买来假的博士文凭骗人 倒也不出意外了 小说描写知识分子中的 试快性格 最典型的是李梅婷 他在从上海赴任三驢大学时 带着一个大铁皮箱子 里面装满了药品 准备运到湖南倒卖赚钱 旅途中同伴病倒 希望能够吃一点他的鱼干油 李梅婷表面答应 却趁人不备 转身就扔进自己的嘴里 而另一位教师顾尔谦 是个马屁精 小说写道 他只恨上帝没有给他一条尾巴 谄媚别人时 可以摇摇尾巴增加效果 三驢大学的校长高松年 是个老奸巨滑的人 他当校长更像是一个政客 左右逢圆 用尽各类圆滑的手段 小说这样描写他的外貌 高校长肥而结实的脸 像没有发酵的黄面粉馒头 馋嘴的时间摇也摇不动他 一条牙齿印或皱纹都没有 有这样的校长在 可想而知 学校里的教授 副教授都是什么样的人 小说还写道 校长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 这老字的位置非常为难 可以形容科学 也可以形容科学家 不幸的是 科学家跟科学大不相同 科学家像久 愈老愈可贵 而科学像女人 老了便不值钱 这段关于科学家和科学的妙语 已经可以成为格言了 还有一句话呢 也是直指高松年的阿语丑态 事实上 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 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 尾巴是看不见的 直到他向树上爬 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 可是这红豚长尾巴本来就有 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标志 钱中书的讽刺语言 是《围城》这本小说 最引人注目的特点 甚至可以说 围城就是由一串串的 妙语连珠构成的 比如 关于大学里各个学科的笔试链 钱中书早有妙语 在大学里 理科学生瞧不起文科学生 外国语文系学生 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 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 哲学系学生 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 社会学系学生 瞧不起教育系学生 教育系学生 没有谁可以给他们瞧不起 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 如今我们看到这一句话 可能都会会心一笑 这种大学专业之间的鄙视 原来早在民国时期就存在了 钱中书的讽刺语言 受英国随笔的影响很深 文笔洒脱 风趣幽默 所以围城的语言 有很深的书卷气 这种书卷气和讽刺结合起来 会受到令人意外的效果 比如 小说形容游船上一位 穿衣服很清凉的豹小姐 用了局部的真理一词 为什么呢 有人叫她真理 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 而豹小姐并未一丝不挂 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这句话用的是比喻 本体呢是豹小姐 预体是真理 这两者本来相距遥远 似乎没什么关系 但钱中书别出心裁地 将他们放到了一起 这种反讽的效果非常强烈 又比如方洪健和赵新梅 投回见面 赵新梅和洪健拉拉手 傲悟地把他从头到脚看一下 好像洪健事业一览而尽的 大字幼稚园读本 赵新梅视方洪健为情敌 充满敌意 想从气势上压倒对方 于是呢 将方洪健看作大字幼稚园读本 这个绝妙的比喻 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赵新梅的轻视心理 钱中书的精彩语言 几乎在小说的每一页都可以挑出不少 所以说呢 这本小说读起来非常畅快 说它是由妙与莲珠构成的 并非夸张 钱中书将讽刺的锋芒指向知识分子 因为呢 这是他最熟悉的群体 更因为他对这一群体的观察和思考 方洪健们所处的时代 是新旧交替的时代 面临中西文化的冲突 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知识分子这个阶层 对此的感受比其他阶层更为敏锐 受到的冲击更大一些 钱中书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议员 洞察这个阶层 以犀利的文字暴露出腐朽可笑之处 是在接窗疤接痛处展示给我们看 而他对知识分子的剖析 他的讽刺力度 可以说是旁人难以达到的 也给当时的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 说完了围城的讽刺特色 下面我们来谈一下本书的围城主题 围城是小说的体验 展现的是从哲学层面 对现代人命运的思考 钱中书的夫人杨将所说 围城的主要内涵 是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 职业也罢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这是句很精炼的概括 我们可以通过方鸿健 孙柔佳 苏文丸 赵新梅 四个人物的经历 来具体谈谈围城这一主题 其实对方鸿健来说 他所有的生活经历 实时都在围城中 早年 父亲做主给他订婚 送给他一个未婚妻 他不想要 但不敢反抗父亲 只好接受 没想到呢 未婚妻死了 天上又掉下馅饼 得到一笔钱 可以出国留学 从不想拿博士学位的他 又不得不屈从准账人 和父亲的意思 买一个假博士文凭 拿回去交差 苏文丸喜欢他 他呢 并不喜欢苏文丸 却没有勇气直接说明 一直拖着 直到遇见唐晓芙 实在拖不下去了 才告诉苏文丸 结果惹怒苏文丸 也搅散了自己 和唐晓芙的恋爱 他说不上很爱孙柔家 却一步步和他 踏上了婚姻的路途 而婚后又不能融洽相处 再加上双方亲属的掺和 终止到了婚姻破裂的局面 方鸿健无时无刻 不在围城之中徘徊挣扎 这里面有时代环境的因素 如果不是因为战乱 他不会去内地的三驴大学工作 应该就不会遇见孙柔家了 但是最根本的原因 仍然是方鸿健的软弱性格 因为即使没有这个事 也会发生那个事 遇不到孙柔家 也会有李柔家 张柔家在等着他 正如前面所说 方鸿健的遭遇 始终在一个圈子里循环 他喜欢的人得不到 不喜欢的人勉强地接受了 在婚姻的围城里 他不能安生 最终是一个失败的结局 同样的情况 在他的人生中也是如此 博士文凭是买来的 工作是偶然得到的 都不能长久 如同在虚拟的围城里 左右摇摆 面临着失败的各种可能 方鸿健的性格特征很明显 优柔寡断 事事都有别人推着走 概括一下呢 还是赵新梅说得好 你不讨厌 可全无用处 钱钟书选择如此不完美的人 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 当然有其用意 在钱钟书笔下 方鸿健心肠不坏 但软弱无用 对自己对他人 都是事事不关心的态度 在生活中总是被动的角色 这种知识分子的性格 在当时是非常典型的 钱钟书就是要借这种典型形象 来映射整个知识分子群体 乃至现代人的围城命运 我们再来看看孙柔佳 这是一个心机深沉的小女人 她处心积虑地 使方鸿健落入自己的圈套和怀抱 她成功了 从这一点上来说 她是胜利者 但她的胜利能够维持多久呢 她仍逃脱不了围城的罗网 在猎取方鸿健这个猎物时 方鸿健显然是最佳的结婚对象 是孙柔佳所满意的 但结婚后 方鸿健的性格缺点慢慢地暴露 孙柔佳由原本的满意 渐渐变得不能满足 开始挑剔方鸿健 婚姻的裂痕 在双方的推动下越来越大 直到最后不能收场 以悲剧告终 孙柔佳和方鸿健 几乎就是两种性格的对立 方鸿健是优柔寡断 对人生全无计划 而孙柔佳呢 心急深沉 对生活步步为营 这两种相反的性格 在人生的围城中 都遭遇了失败 陷入精神和生活的困境中 最后的结局 是没有差别的 小说的第一男配角 和第一女配角 当属赵新梅和苏文丸 他们的纠葛 也印证着围城的困境 赵新梅追求苏文丸20年 苏文丸当他是空气一样 全然不放在心上 苏文丸喜欢方鸿健 对方呢 却不喜欢他 苏文丸抱负心很重 索性破坏了方鸿健的恋爱 转身另嫁他人 一点不给赵新梅机会 赵新梅在这样的感情打击下 去了内地的三驴大学教书 意外地和政治系主任的夫人 有了暧昧的恋情 被发现后被迫辞职 狼狈回上海 然而赵新梅和苏文丸的关系 并未结束 另嫁他人的苏文丸 反而对赵新梅好了起来 处处卖弄风情 在一次宴席上 有人说了一句英国古话 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 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 龙内的鸟想飞出来 所以劫而离 离而劫 没有了局 苏文丸接口说 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 不过呢 不是说鸟笼 是说被围困的城堡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这话很妙 苏文丸这么说 何尝不是也可以映射到 他自己和赵新梅身上呢 小说中所描写的 这几个主要人物虽是个体 却很有代表性 方鸿健是优柔寡断 拿不了主意 孙柔佳是心机深沉 处处算计 苏文丸是自视清高 实则庸俗 赵新梅则性情坚定 却又用情深难以自拔 而另外一些角色 如校长高松年 教员李梅廷等人 深陷名利场 尤其缺乏反省意识 这些特点在知识分子群体中 是很典型的 而放眼望去 何尝仅仅是知识分子 而是所有现代人 都或多或少 能从中找到一些影子来 有谁不在生活着呢 只要处于社会人的状态 谁都不会逃脱 围城的境遇 因此呢 围城这部小说的特殊之处 就在于 他虽然将时代背景 放在中国的抗战时期 但是时代感并不强 这是钱中书有意为之的 他说 在这本书里啊 我想写现代中国 某一部分社会 某一类人物 写这类人 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 具有五毛两族动物的 基本特性 可以说 方红剑们的故事 他们的困惑和迷惑 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时代 任何一个国度 任何人身上 人是一种充满欲望的动物 从来不会长期满足于任何状态中 所谓围城 身处城外时 渴望进入城内 但一旦身处城内 不久又会厌烦 羡慕起城外来 永远觉得 别处的生活更好 这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问题 如 有一次方红剑对赵新梅说 譬如 我当初很希望到三驴大学去 所以接了聘书 近来愈想愈乏味 这时候自恨没有勇气 原传退回上海 我经过这一次 不知何年何月会结婚 不过 我想你真娶了苏小姐 滋味也不过儿耳 方红剑料想 如果自己当初不去三驴大学任教 就不会遇到孙柔家 不会有现在的婚姻悲剧 而对于好友赵新梅 他认为呢 就算你当初娶了苏文丸 估计也就跟我现在差不多吧 对于好友的命运 方红剑似乎旁观者轻 觉得城里城外都差不多 对于自己呢 方红剑却还在幻想着更好的结局 而我们可以透过小说中 人物的命运看到 没有什么好与更好 如果是另外一个结局 我们的主人公 一样会感到厌烦 一样会幻想着另外一种可能 而这 也就永远把自己 放在了围城困境中 围城是一部大众阅读率很高的小说 名气很大 或许呢 有人会认为 他自问世以来就评价很高 这是一个误解 围城得到肯定 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这中间是有一个过程的 前中书1944年开始写围城 花了两年时间完成 1947年出版 1949年前又再版两次 能够多次印刷 说明受读者欢迎 但评论家却多有批评 比如认为 小说抓住不慎动荡的 社会一脚材料 来写出几个争风吃醋的小场宴 这种批判的声音 主要在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下 这部小说 没有写轰轰烈烈的社会场宴 没有写人民的觉醒这种大主题 有这样的主导评论 围城不再重印 从读者视线中消失 这一销声匿迹就是30年 直到1980年重新出版 不过在海外 有着对围城的新评价 标志性的事件是1961年 夏至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在美国出版 书中对围城有高度评价 钱中书第一次出国访问 在国外受到热烈欢迎 很大程度上 源于夏至清著作 在海外传播的影响 1980年 围城再次面试 几年之内多次加印 可见读者是爱读的 不过此时的流通 多半集中在文化水平较高的 读者群中 毕竟呢 这部小说尘封近30年 多数人是闻所未闻的 转折发生在1990年 根据小说拍摄的电视连续剧 《围城》播出 引起巨大反响 使得围城在大众层面迅速传播 已经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同时呢 夏至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中文繁体版问世 影响广泛 而夏至清对围城的高度评价 也获得专业的认可 不久呢 就体现在中文系教材的编写上 就是这样 围城逐渐在大众层面 和学术研究界都得到胜誉 围城问世已经超过70年了 他的魅力没有削减 反而进一步得到 一代代读者的青睐 这既有其小说艺术的高超 更有超时代内涵的吸引力 他讲述的上个时代 普通人悲欢离合的故事 我们并不生疏 并不隔膜 只因处处都有相通 这种命运和困境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遭遇 围城的意义 正是在这样的普遍价值之上 好 这本围城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